最组配子弟恋钟瑶与吴思贤高笑穿皮卡球装出场!坦荡回应直播新闻! 文佐近期偶像剧收视冠军的三历,东森周五华剧资的时代本周即将播出最终回,还特别延长为两个小时回馈观众,让大家看个过瘾! 昨晚,10日,剧组举办沙琴酒,钟瑶,吴思贤,小月,朱志盈,蓝军天,吴定谦,林芸汐,黄珍妮,夏和熙,高英轩等主要演员都穿著黄色衣服出席,结果钟瑶与吴思贤,小月,还搞笑穿上皮卡丘装到场! 该剧自去年10月在东京影视展首发公布卡丝至今近6个月的拍摄,剧组感情相当好,演员们都说这是遇过合作最开心的团队,大家还相约每周播出时打开电视收看并互相讨论彼此的演出,导演还笑说这次遇到钟瑶与吴思贤,小月,这两个龟毛的演员,每次拿到剧本都会发现, 会用LINE轰炸他讨论台词以及诠释方式,蓝军天与吴定谦在旁边都笑说钟瑶根本就是班长,一直提醒大家要好好表现 自的时代是钟瑶第一次参与拍摄期这么长的戏,跟演员与工作人员培养出好感情,也让他在杀青当天眼泪溃滴 钟瑶说,刚开拍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不信任,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胜任 拍摄压力大到让他狂冒痘痘也长出白发,笑说还好到后期不用再拍素颜特写镜头,不然会无法见人 自的时代这出戏也造就了钟瑶与吴思贤,小月,这对最素配的子弟恋的荧幕情侣,两人也因戏成为好朋友 私下互动抄斗,不仅相约穿上搞笑的皮卡丘衣服,也是另类的情侣装,吴思贤,小月,笑说,我里面只有穿内裤而已,怕等等喝太嗨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钟瑶还在旁边闹说,我发现衣服后面有拉链叶,要不要打开给大家看? 吴里头的互动也感染了其他演员,连朱志盈都被吴思贤,小月,亏说,志盈子现在小我两岁 日前钟瑶与吴思贤,小月,两人在直播现场中嘴对嘴亲吻,对此两人看荡大方回应说,其实两人默契真的很好,所以被粉丝拱亲吻时也就不避讳,吴思贤,小月,说,我们两人的粉丝都喜欢看我们戏里在一起,我的lovers,粉丝 也很喜欢钟瑶 钟瑶也在杀青酒直播上笑说,小乐真的爱我,我也爱小乐,两人的好感情不言而喻 钟瑶除了和小乐因戏成为好友之外,也和戏中其他两位子潘慧如与朱志盈成为牧密之交,人在北极圈旅行而未能参加杀青酒的潘慧如都快海传讯说,缘分把不相干的三个人牵在一起,希望这份感情能延续,我们已经约好的要一起去泰国跨年。 虽然紫的时代都是室内的戏比较多,但演员的压力并没有比较轻,钟瑶说自己的压力都是显性的,太累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在角落自言自语讲英文,但是吴思贤,小乐,说自己完全不同,如果不开心就会立刻写在脸上, 还会突然变很安静,但还好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。 该剧压力大的还有吴定谦与蓝军天,吴定谦说这次演拥有两个老婆的渣男角色演得很痛快,但也被骂得很痛快,甚至有天连导演都忍不住和工作人员一起大骂他,他就知道这个角色成功了。 同样演出出轨角色的蓝军天昨天化身,为蓝老师现场剖析起出轨男女的心态,以及当初诠释这个角色的心情转折,连工作人员都感动到忍不住要他开设蓝老师心灵及汤专线,帮助男人们走出出轨的关卡。 感谢观看